第四個節目是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政策事務 第二個主題就是社會設計 那這個題目在哲務從來沒有出現過,在台灣也很少一台 但是其實社會設計在設計界已經被討論了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從來沒有任何可以真的有系統的把它講出來 對,我是經驗主持人,然後這是韋文 我可以先講一下,我怎麼認識韋文的 我自己是做設計行銷,然後我自己也是哲務的志工 所以我可以幫忙找一些奇蹟要問 那我第一次也是在中間創意基地的時候 他有講有關於荷蘭設計教育的講座 那一次他講得非常好 但是,讓我注意到他是在Q&A的時候 我發現我是一個非常有立場的人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開花之後 我也剛從一百元出來 然後,都有了先生呢,不管人家問他什麼問題 他提到的都是涉及自己的社會性體態 還有,他會一絲不停地拿學運這件事不太舉例 那這一件事還讓我的男生理路都認識很多設計師 但是立場這麼強烈敢公開表態 呃,表評自己的立場 表評自己的立場跟夫妻其實不是很多 我覺得後來會變成好朋友 那我覺得,呃,今天他主要要談的社會性 最大可能是一個有眼性 可是又不是很了解力 那今天的,剛剛大家做的介紹之後 我想,跟我們估計的差不多 可能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朋友是設計相關產業的 然後有三分之一可能是 單純對哲武有興趣 要想來聽聽看見的內容 所以,呃,我沒有考慮過這個話題 社會設計它其實不是一個很好戲 或者很容易切入的問題 呃,尤其你要講設計裡面的社會性 你要講設計又要講社會 那,呃,我們很難 如果今天如果是 我們大多都是設計師的話 其實會比較好嫌疑 或者是大家都是一般的不懂設計的路人 這會有比較,就是比較單純的角度去嫌疑 那因為今天大家大概一半一半 所以我們會從 呃,大多比較認識的設計開始講起 然後之後再帶入到社會設計 所以今天如果說 你已經是設計師 我相信在場很多人都是 今天你已經是設計師的話 呃,韋文的這個 這個題目可能會讓你對 呃,我們所認知的設計 再帶入我們設計教育的環境 重新有一些形式 那如果說 你不是設計產業工作者的話 呃,那很好 就是我今天剛好直接重新 給你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讓你來認識設計的另外一部分 跟美學無關的設計 那我歡迎韋文開始 呃,騙到嗎? 大家好,我是韋文,然後 呃,其實今天這個題目有一點難 可能對我來說 不是很好表達給大家知道 原因是因為 其實是 呃,社會設計它的特性就是 它不是一個有範圍的東西 比如說 呃,一般來說 如果說我們在區分設計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一些 所謂領域上的區別 例如 有些人它是做平面設計 有些人它是做產品設計 有些人可能是做互動設計 但是 相對於在Social Design這個類別裡面 它其實並沒有這樣子的區分性 等於說 做法是做法 那個叫做設計 但是 你怎麼去切入一個 所謂社會議題 把它帶到設計上面 這個才是Social Design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那 呃,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以前是 呃,在台灣土生谷長長大的 然後 呃,大學念的是工業設計 那我是在大學畢業之後 我才去到荷蘭 那剛剛好 呃,很多音色洋差的情況之下 後來就是念了這個 那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 今天就是在這邊 希望可以 分享給大家 我們一開始要講的事情是 到底什麼是設計 因為 呃 其實設計這件事情啊 在我們以前在學設計的時候 大家就有 呃 就很常用彼此問一個問題 叫做就是 你覺得設計對你來說是誰 但是這個問題呢 其實以現在來說啊 就是你如果去問很多在職的設計師 他們可能 還是沒有辦法給你一個 他們自己覺得很滿意的答案 那 我其實 在 一開始的時候 是在追尋這個問題的答案 所以 我就覺得 呃 我好像在台灣找不到 這個問題的答案 因此 我才決定出國 下一題 我以前是學工業設計 你也可以說產品設計 那在這個領域裡面呢 我們會覺得就是 好 你大概看設計 就只有兩種 一個叫做 你做很漂亮的東西 比如說 像左邊那張椅子 另外一種叫做 你做一個很厲害的產品 就是 右邊的待著你 那個比較像是一種 新的發明 或是它是一個 很新式的一個物件 以前不存在的 我們在台灣 一開始學設計的時候 常常在追求的時候 就是這兩種東西 但是 過了很久之後 你會開始發現 就是 呃 比如說我先舉個例子好了 我 身為一個設計師 我接觸設計 比如說十幾年 或是怎麼樣 但是 如果說 呃 這種聰明的東西 有一天有一個 他只是念 機械系的學生好了 他突然想到一個很棒的 然後我就被幹掉了 這個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 那種東西有時候是 一種 比如說 呃 你突然想到一個很棒的 idea 或者是 你因為你研究了工程背景 它去造就了一個很好的物件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 以設計來說 到底 如果說我要一直累積 我在設計上的價值的話 這條路似乎是行不通的 因為 這個東西其實不會成長 它是一個很認證的東西 下一頁 那 我們以前到底在學什麼 這邊有很多手機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在學表記的時候畫的手機 那 其實 很不幸的一點是 台灣在教設計 或是教任何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那個教育方法都有問題 為什麼有問題呢 因為 呃 大家講都填壓式 填壓式 我們 我們不這樣講 我其實把填壓式 或是台灣這種教育 稱作 訓練 我們做很多訓練 比如說 以前我們老師會跟我們說 就是 你一天要畫 十張 五十張 一百張 去增進你的設計能力 那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的因素 不是說台灣這樣做不好 也不是說台灣這樣做不對 那台灣其實教育會變成這樣 像是因為我們以前習慣用一個代工的方式去養活設計師 也就是說 以前設計系畢業學生 他其實是以一個 我要下去做一個量產產品 或是我要下去做一個就是後段工作的一個方式去進入這個產業界 所以相對來說其實你並不需要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只要知道你怎麼做就好 可是在歐洲來說其實設計師跟所謂結構工程師或是我們說 比如說他們還有那種一半設計一半工程 那叫產品工程師 在台灣的設計師在做這些比較後段的工作 其實是工程師在做的 那前段的東西其實 對於台灣的設計師來說 有時候是你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說我們只做這種訓練 但是我們沒有告訴設計師 什麼叫做思考這件事情 那後來今天的業界可能 我現在很多同學我知道他們很厲害 可是大家都會說 欸怎麼辦 我覺得我快瘋了 或是我覺得我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上面講的 你在畫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說什麼 欸設計HTC或Apple的手機 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因為我的同學告訴我說 你其實只是把鏡頭從A點移到B點 或是把按鍵從A點移到B點 你永遠在做一樣的東西 而且因為可能有100個設計師在跟你畫一樣的東西 所以什麼大家都畫過 對 這個叫做台灣在教設計的方式 那像就以後來去歐洲學道中 其實那個衝擊性都很大 這一頁我要講的事情是 到底iPhone為什麼這麼偉大 因為大家常常在講的就是 蘋果的設計很厲害 可是蘋果的設計厲害到底體現在 這個實體的東西上還是別的地方 蘋果的設計總監叫做 Jonathan Ive 當然大家也知道 有另外一個很厲害的人叫做 Steve Jobs 那Ive跟Jobs到底 對他們做的工作是什麼 簡單講好了 Ive他在做的事情其實 相對來說很簡單 意思就是 他其實要創造出的是一個 一個框架 這個框架 可以去承載的其實是Jobs的夢想 因此其實蘋果最厲害的設計 都不是Ive這個人做的 而是Jobs在做的 為什麼iPhone今天他可以是一個這麼厲害的東西 其實一開始是因為 Steve Jobs他想了一個東西叫做 App Store 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其實後面造成指示 我的設計部門 只要去創造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的平台 他就可以去對抗 比如說三星集團 一整系列17支的手機 因為這個平台 他因為 應該說這個實體平台 他因為 App Store這樣子的網路平台 他可以變成千千萬萬支客製化的手機 看你去下載的時候 因此 比如說有些沒有進入的廠商 他已經沒有辦法在這個層面上去做競爭 那三星跟蘋果 差別在哪裡 如果說三星他從最低階到最高階的手機 他要出17支的話 那他相對他就要開17支 他要做17支的行銷 但是蘋果只要做一次 這個才是設計真正強大的地方 所以 其實設計有時候並不是在體現在 我們在座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我們在學的那個東西 那有時候是 你要想辦法 可以去看到所謂社會的趨勢在哪裡 那個 可能才是 最大的一個突破 好 然後 後來又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你說要突破 就是不要去想一些很自私的東西 可是 我們以前在學設計的時候 有很多的同學會變成他去設計這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怎麼呢 他非常conceptual 他就是說 那個會飛的小機械 他會 跑到雲端 去收集乾淨的水 之後飛下來 然後 把乾淨水給你喝 OK啊 這是一個很酷idee 可是問題是 這對這個社會有任何幫助嗎 也許有 但我覺得大部分時候是 沒有的 而且 就我自己的觀點來看 這種東西 就像垃圾 對 但是很多的獎項 或是很多的一些 比賽好了 他其實是 這樣子的東西在投降 可是我覺得 大家其實 並不需要去以那樣子的東西做一個 因為 有時候人家辦比賽 他要的是一個 很誇張的曝光 意思就是 那個是廠商在包裝自己 那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 以設計的角度去衡量 其實 我要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到底知道多少事情 你知道多少事情 你才可以去做多少事情 那這種東西 就 看看如何 後來啊 後來我就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非常喜歡物件的設計師 就是我這件產品 那我從小就很喜歡 比如說家居 或是 比如說設計商品 這樣的東西 那 我相信很多在座的設計師 其實 大概都想過 我要設計這樣很屌的椅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 椅子這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因為它是一個功能非常非常明確 而且 又很簡單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不用去想 就是 我的椅子要怎麼開啊 或是說 我要去幫他加什麼 比如說 可以投影 還是他可以放音 因為這樣 你不需要這樣子做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比如說 我去玩材質 或是我去製造一個非常漂亮的線條 或是怎麼樣 所以呢 這個問題其實要有大學之後 我很常在想 就是 我到底要怎麼去設計一張很棒的椅子 而且 我想大家會喜歡 想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 因為 每個很有名的設計師 他其實都做過一個很代表性的椅子 這是一點喔 可是你反過來想 你會發現 因為 每個設計師都設計過一張很棒的椅子 所以 你很難去做超越 這很有挑戰性 所以大家會相對會很想要在這個 這個 topic 上去下文章 比如說 Bagner 他這輩子 都在做椅子 就是 一個很典型的 北歐工業設計師 那他們在做椅子的時候 其實他強調很多事情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很個人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並不會說 去干涉到 一些使用者的問題 或是說 社會現象 其實沒有 他純粹是依照他個人的感覺 在做個創作 所以我就開始想 那 如果說以椅子這樣的東西 我要去注意的事情 是 形狀 比如像現在畫面上這個是 馬鈴森 他在 1988年設計椅子 他叫胚胎椅 就是他以一個胚胎的形狀 去做了一張椅子 那 是這樣的東西嗎 或者是 或者是材質 會不會是材質 因為我們其實以前也常常 比如說像馬鈴森 他就是把 繩子 打結之後 繩子打結之後 還是軟軟的 他把它下去進樹枝 所以硬掉之後 這整張椅子變成一個 硬結構的東西 但是 他是用繩子做的 像這樣的東西 這樣東西也很有趣啊 可是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這種東西不是 你可以去累積的 你想到就想到 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也許是一個不怎麼樣的東西 但是他不會是 你去理解設計的一個常態 又或是 Graphic 就是平面 顏色 Pattern 這種東西 到底什麼才是 我應該要去加在 我的椅子上的東西 我一直在問自己這件事情 後來我有一個老師 我還記得是 我大三個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畢業之後 過了很久 我突然想到他講過這句話 然後 我就想通了一些事情 那個時候在平圖 他說 Piracura說 他說 我有離看小說嗎 他說 建議你多看點小說 跟設計 或累積之事 無關的東西 下一張 這一句話 重點在後面 我們其實 很久以前就知道 就是你要把設計做好的話 你不能去看 跟設計有關的關係 比如說 我常跟很多學生講 你在做設計的時候 如果 你在想東西的時候 一直去網路上 比如說看圖片 看雜誌 這對你其實是一種 非常不好的事情 因為 不管你要不要去follow 人家的思考方式 你其實 無形中已經被限制在 人家做東西的框架 因此 你不會想到 任何能力的東西 所以說 OK 不要去看 跟設計 有關的東西 這個 我可以理解 但是後面 他說 累積之事 也不要看 累積之事 也不要看這一點 我一直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我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他在講的事情是 所謂 你 社會設計 真的要去 體驗的部分 那我後面再講 就是詳細 我後來啊 我後來就去了這間學校 他叫做 Design Academy 他是 荷蘭南部安和芬是一個 就是還蠻有名的學校 這樣子 那 我在去之前呢 其實 投了很多的學校 因為我這個人的個性就是 嗯 我比較小心一點 所以這樣我要出去的話 我可能就會 多申請幾間 那 最後為什麼會選擇這一間 是因為 嗯 我覺得 其實我也不知道 社交比賽在幹嘛 就是我剛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只是覺得 看他的 context 寫的東西 嗯 這個領域 大概是我最不熟悉的 因為我以前學的是產品 產品相對來說 其實我們要去 應付的是一個物件的東西 或是說很實際面的東西 但是社交比賽的東西 看起來一點都不實際 所以我想說好 既然我想要把我的眼界拉高 然後 我要想要把我的寬度給拖廣 那 我就去選這個 我最不熟悉的領域 那 這個學校其實 真的改變了我一生 我可以這樣講 他主要改變的是 我到底怎麼去看事情 還有看設計的方法 而且 其實 嗯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 有一點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其實老師很少去影響你的人格 老師可能會教你知識 或是他教你一些怎麼去做事的方法 但是 他很少去影響你的人格 但是在這裡 其實 人格塑造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你在塑造人格的時候 其實他會帶給你設計後面一個非常巨大 而且很深刻的影響 而且很深刻的影響 後來呢 嗯 我其實沒有辦法在那邊跟各位講說 我到底在那邊經歷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改變我 然後他改變我 我只能用一個比較結論的方式 告訴大家說 就是 社交比賽它三個 很大的重點到底在哪裡 第一個叫做 看見不同性 我一樣可以舉一個很政治 或是很立場的例子來講 很多人說 他不喜歡大陸人 但是 當你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你真的 跟大陸人 接觸過 或者是 你在講這句話 你不喜歡大陸人的時候 你的不喜歡來自於報紙 新聞 這種跟你本身一點都沒有關係的事情 那 看見不一樣的事情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說 我今天到底 比如說 比如說你 我剛剛講到的例子來說 人家有你不喜歡的地方 他一樣有 也可能會有讓你非常喜歡 或是 你可以去接近的地方 那 怎麼樣去把這樣子的事情 變成一個 你可以去容許的範圍 你可以去接受 不是說 我一開始做設計 我就立正一個立場說 這樣子不對 波尿不對 那 其實設計 相對來說 在Social比賽這個領域 就會很難去推進下去 第二個叫做 Be Critical 就是 你這個人要很有批判性 比如說 大家去 反服貌 可是 真的有把條文看完的人 到底有多少 有很多人可能只是覺得說 因為 這樣不好啊 因為那是對岸來 因為怎麼樣 所以我要去反對這件事情 可是 你再去反服貌之前 你應該要先把條文看完 你應該要先去知道說 到底 這個協定 對於台灣未來 會產生什麼什麼什麼樣的影響 你自己也要分析 不然的話 其實就是一件很瞎的事情 因為你其實根本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但你去反對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就是 我們常常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是坐在辦公室裡面 我們畫圖 或我們找資料 但是這件事情在Social比賽相對來說 就是行不同的 所以底下還有一個 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其實要去過 那個族權的生活 你真的要去過 那個族權的生活 你才有辦法去知道說 到底 所謂的利弊是什麼 這其實跟第二點 我想說 你自己在看事情 要很critical 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學校在訓練這些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 就像第一個看見大家不一樣的地方 並且去包容它 那那個時候 其實這是我們經學校的第一個project 就是 他把所有的Master的學生 其實那時候沒多少 大概40個 三個系加起來大概40個 再到一個廢棄工程 接著他就叫來兩卡車的紙板 那這些紙板要幹嘛 他其實那個時候出了一個題目 他要我們在一天之內做出一個shelter 就是一個shelter翻成中文 就大概避難所那樣的東西 那你在那個時候就會發現 嗯 很有趣一點 從開始做 第一點 亞洲學生一定動最快 不管是台灣、韓國還是日本 就是亞洲一定是動最快 就是 馬上去拿起 然後開始做 有一些人不是啊 比如說一大一人好了 他就開始晃來晃去 聊天 因為他還沒想到他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他們的個性其實就是那樣 那個東西其實會體現到後來的設計廠 那 做到後來呢 其實 我們會發現說 亞洲學生 真的都很像 就是這幾個國家 其實在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一定會從所謂的結構 結構這個東西下手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 我們在大學念的都是工具人在念 對不對 我們就會做的就是這個啊 就是結構 那結構會發明 好 一樣的東西 所以說大家其實蓋出來的東西都是 比如說我用很多結合型啊 然後去創造一個很堅固的結構啊 等等 可是 我那時候就看到一個東西都很像 這是我法國同學做的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說 我真的是 覺得 欸 我第一個project我就學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就拿了一塊白色硬紙板 然後他用美工刀把那個硬紙板中間的線割掉 我們先回到前一張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旁邊有很多白色瓷磚 然後再回到下一張 他的shelter就是 他做了一張紙 他就把那個線割掉 之後偽裝成牆壁 然後他就不見了 這個東西也許在所謂的真正 比如說進入社會的設計上面 它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可是 人家是這樣子思考的 相對於來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去做個量產產品 例如我們要去做一個 杯子好了 也許 他就可以想到一個 你其實永遠想不到的東西 因為他用的思考方式太特別 你看 這個就是一個 看到不一樣的 我覺得一個很震撼的地方 那第二個最重要的 這三點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Be critical 你要很有批判性 跟很有立場跟主張 這個project其實也很奇怪 我其實一年級的時候 我常常沒有辦法 就是了解我的老師 到底為什麼要出這種很奇怪的題目 但是後來收穫都很大 比如說像這個 他說請你做一張辦公室 它的條件有幾個 第一個 這東西叫輪子 第二個 它只能用 八咪的密集板去做 第三個 你做好之後 你要把它騎成白色 第四個 你必須做這張椅子 至少做一面 我那時候還蠻高興 因為我想說聽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因為如果說要比用工廠的話 其實台灣學生絕對不會輸 我們最後就是做東西 對啊 那我那個時候 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坐椅子是這個 這一張 然後我那個時候 這個project最後拿全班最低的 我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想說 OK我今天在學校studio 然後我有很多的工具 所以呢 我想要做一個box 一個抽屜 所以我可以把所有的工具 放在那個抽屜裡面 然後我的椅背後面有一些 就是 吐出來的結構 所以我可以掛比如說 錯刀啦 齒啦 這樣子的東西 OK 結果呢 我那時候拿最低分 我非常不解 但你們知道拿最高分的是哪一招 有要猜嗎 最右邊的椅子 對 對 蠻厲害的 可見 大家都比我厲害 我都比我有慧根 最左邊的 我那時候超不能接受的 因為我想說 你說你要做一趟半空椅 這個東西到底哪一點 不管是從做工到它的design 哪一個比我做得好 我完全不覺得 那個是一個義大利女生做的 那他做這張椅子的故事是說 他是一個很不喜歡跟人家談話的人 所以呢 他想要躲在自己的小空間裡面 所以呢 他要做一個圓形的座面 那個座面下面可以放一些他常吃的香蕉跟橘子 哈哈哈哈 但是這種東西啊 我後來發現就是 欸 如果你今天找 一群都沒有學過設計的人好了 你今天剛剛的說 你要去做 你們 這個團隊就是要做出一張半空椅 依著剛剛那所有的條件 就是要有輪子 然後要用密集板 要切成白色 要可以用一年的話 其實 很多人做出來的東西 會跟我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一個大眾思維下 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 它在設計上有什麼問題 就是這種東西其實已經充滿了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做這種訓練 那當然我們可以去做這樣的練習 可是 你進到產業界之後呢 你還要繼續跟其他幾千幾萬幾十萬的設計師 做出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幹嘛去面子的經驗 那個時候其實這個團隊教我兩個件事情 第一個 你到底是誰 比如說像最左邊那張椅子 他是這樣子的人 也許這個東西不會像是 某張很有名的椅子一樣 他可能可以賣個幾百萬或幾千萬張好了 可是 一定會有人很喜歡 也許不多 但是一定有人很喜歡 設計師其實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 我去 我去為了某一個族群去把設計做好 而不是 我為了妥協 去吃一個更大的市場 因為那樣東西已經爆米了 那 講到critical這件事情 就是說 當你在設計一個東西 不管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一定要有所謂的很明確 很明確的前因後果跟理由 像他 他其實在想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是以一個 我要在這個市場流窩一年 這樣的情境下去思考 而我不是 我想到只是 我有哪些工具 然後 有多少 然後 我可以怎麼放它 所以 這樣子 其實並不是一個很critical的方式 因為 想得太勤了 那 這件事情其實 呃 所以這個project 教會了 我很多事情 那 後來啊 後來到了比較後段的時候 其實 我們就去了很多地方 就是 我們 有一陣子其實都不再回來 比如說 像這個project 他是在 比利時的烈日市 Lish 在烈日市 然後那個時候呢 呃 我們自己跟烈日市政府 簽了一個 合作關係的協定 就是說 他們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給我們很多幫助 比如說 呃 我可以隨時去住在那邊 然後我們可以有 每個人配一個專業的向導 就是E-File 然後 他們會定期派很多的 居民代表來跟我們開會 那 烈日之所以做這件事情 是 他覺得說Social Design 這件事情 是應該要被 放到城市裡面去實行的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其實是他們一個 有點像是大學campus的一個會議室 那我平常就在這邊開會 我那時候做了什麼呢 我那個時候 呃 因為每個人其實 在村市裡面行走的時候 我們花了三天 就是在那邊行走 跟去聽一些專業向導 或是居民直接反應 那我那個時候選了一個 我也不知道 應該算是 應該算是蠻不好解的一個議題 叫做青少年問題 那 青少年問題在那邊會很嚴重 這個我可能要解釋一下他的背景 就是說 其實 呃 比如說北非 或者說中東 有很多的國家 他們其實是很多 呃 比如說二、三十年前 他是很多難民的狀態 那那時候西歐國家 他其實相對來說 開放了很多難民 就是進度 那這些人 比如說像摩托德 在鼻子的大部分都是摩托德 那摩托德 那摩托德 人在那邊 扎根之後 生下第二代 但是他們其實會覺得說 呃 應該說大地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在外面知識 然後破壞環境 或是 胡作非為 都是這些摩托德的青少年 那 跟很多的代表就是 談論了很久 然後我講了我的計畫 跟分析之後 我們一致去統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些摩托德的二代 其實不覺得 比利時是他們的假象 因為他每天要看很多顏色 跟他不一樣的人 然後他每天要去克服一些 比如說 呃 我媽媽是戴面罩的 可是 你媽媽又不是 這種 很巨大的文化衝突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想了一個辦法 應該說我想了一個 所謂 很social的切入方式 就是 我要讓 應該說我希望讓摩托德的青少年 可以也認同這個地方 是他們的家 就是他要對這個環境有一個認同 其實他就不會再去進行所謂破壞的 的工作 後來呢 我跟當地的中學校合作 他們其實有一棟 就是很老的校舍 150年 那那個校舍的二樓 它剛好是一個 呃 很長的 展覽空間 大概跟這邊差不多 或甚至更大 應該更大 那我那時候其實設計了一個 遊戲叫做 Destination Game 就是有點像是 尋寶遊戲的方式 那這個東西怎麼玩呢 因為我覺得青少年他其實 在 不喜歡這個地方的 背後因素下 有一個最大的其實點是 他其實根本不了解這個地方 那 為了讓青少年去了解這個地方 其實 我就建議校長說 之後 每個學齡開始的時候 玩一個遊戲 就是說 嗯 老師他可以去 可以在那個 那個空間其實我們做一個非常大的 就是劣勢的地 然後 呃 大家可以去把 呃 應該說老師他可以在 學年剛開始的時候 去設計 比如說十個點好了 就是說 大家這學期就是 要去把這十個點跑完 那 那個十個點 其實他會去搭配後面一個 assignment 就是用作業 比如說 其中一個可能是 呃 植物園 你去植物園之後 他可能後面你的附帶條件是 你要去寫一篇報告 那你可以去得到 credit 或是比如說 有一家 是 非常 非常有歷史的 一個巧克力店 那你 你那個 你的作業可能就是 你必須去幫 那個 巧克力店的老奶奶打工 哪一天 之後 你可以得到 credit 總之你用這種方式去標出 到底 這個內容路 或這個城市面 有哪些地方是 學生他必須去了解 然後他可以經由在玩的 玩這個遊戲的過程中 第一個 他去累積他的學本 第二個 他去了解這個城市 那在這樣子的 一個作用之下 希望 他們會對這個城市 去產生更多認同 然後 去更愛這個環境 把他當作真的自己的一個家鄉 那 我們也去了很多其他地方 比如說這個是 拉脫亞首都 Riga 拉脫亞其實是在瑞典隔壁 就是等於說瑞典 跟俄羅斯中間 佛地海三小國的其中一個 那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其實是 拉脫亞政府 他們在推所謂公益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東歐 可是其實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蠻訝異的 因為雖然他們長的跟西歐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可是他們的經濟非常的落後 就是 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吧 其實跟亞洲水平差蠻多的 就是他們經濟其實真的很落後 那在那樣子的狀況下 他們其實也希望仿造CEO模式 就是透過設計這件事情 去讓一些比如說串通產業 或是一些工業的東西 就是更 可以變成他們經濟收入的一部分 所以那個時候呢 那邊房子其實 就是 工匠房子真的就長這樣 就是木頭 道長 這些東西做 比如說他們是他們的workshop 他們的確也是有一個專照的房子 或是一般鋼筋的房子 可是工匠的話 大部分都還是住在這個地方 那我為什麼要放這張照片 是因為這個時候啊 其實我們這邊待了大概 八九天 八九天 但是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Social Design的東西 要去接觸一個craft的東西 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我們不是學工藝 但是其實在這個裡面 以Social的角度去說 我們其實去跟當地人做很多 所謂真正的 你去了解一個國家 或一個地區 比如說像我們這張照片就是 早上六點 大家就是開著車 是自己開車 因為我們都是以小組為單位 就是比如說一組配一個工匠 你去找一個工法 像這組做的就是 你去用稻草去做一些 想辦法去設計一些東西 可以賣的東西 那 它為了讓我們了解說 到底稻草這個東西怎麼來 它的potential在哪裡 它的背景是什麼 它跟傳統文化怎麼去連結 所以它連稻草 都我們自己去割 那有很多這種狀況 比如說 不只收集材料 你去跟工匠 比如說睡在一起的 然後 大家去喝酒 或是大家晚上在 完全沒有公司裡面 一起迷路 然後聽到講這些故事之類 那個其實對於Social的戰場來說 真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真的去體驗了一個 你以前沒有辦法想像什麼 因此 你用這樣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做出一樣東西 那 我接下來可能要 講快一點 就是 我後面準備了兩個案例分享 一個是我自己的畢業論文 那 另一個是 文藥哥倫比亞同學做的作品 我覺得 因為這兩個東西的面向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 如果說聽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Social比賽到底在幹嘛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 在 在處理的topic 其實叫production 因為其實 我們在那邊很注重說 你一定要去做一個 你很自身的工作 那 剛好我們家 就是我自己爸爸跟我阿公 都是在 算是在製造業服務 然後我自己也是學公社 所以對於製造這件事 其實是我一直以來一個很大的熱情 所以說 OK production 變成了我論文題 但是 中間經過很多research 全部調補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你們講 這個可能 這要再講個四五小時 但是我看到這個 他說什麼呢 他說呢 我們這個巨大的經濟體系 就是 它的建立完全是 維繫在 就是 所謂的 這個 盲目的消費上面 所以我們必須一直 一直去消費 然後把東西再丟掉 再燒掉 再換掉 然後這個經濟體系 才會一直繼續消費 這是美國一個 很有名的 呃 零售學校 他叫做 Victor Lebo 他在1955年寫的一句話 看到這個時候呢 其實他可以去連到我後面 應該說我前後很多research 我在開始做這個project前一年夏天 我去了廈門三個月 三個禮拜 沒錯 那我在那邊幹嘛呢 我其實是去看很多的工廠 包括他們怎麼去做東西 然後他的擺設是怎麼樣 或甚至他人員組成是怎麼樣 他的工資是多少 那 其實我後來 就是在荷蘭跟台灣都去了很多的工廠 分析很多事情之後發現 製造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心理 叫做Shifting 就是遷移這件事情 那 在這邊要再講回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它其實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說 你必須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利益的最大化在製造這件事情上面 怎樣去達成 就是說 當你的生產成本不夠低的時候 你就要把產業移走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了解 但是移走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對於 這要分成兩個層面來講 對於先進國家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 技術很重要的一個流失 比如說像 以前法國的製造業也很潛進 那 為什麼它現在沒有辦法去製造東西 因為都移出去 或者是說 比如說 以前中國它可能技術不是這麼好的 但是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很多先進國家把他們的企業跟工廠移到中國之後 反而 中國那邊的技術現在已經開始超越原本西方它的研發能力了 因為你把工廠移走 你就不會有研發能力 這相對於先進國家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你要換個角度看 如果再看所謂的 已開發國家 這件事情也是很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 的確它國家得到 國家跟經濟得到成長 那技術方面也得到成長 可是廣大的勞工其實是 一直在受到一個國學的狀態 比如說像這是我做的一個實驗 我那時候在荷蘭的一個 有點像是賣電氣產品賣場買的一個 這個收音機 防水的收音機 然後它只要3歐元 那時候3歐元大概就是台幣100出口塊 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就好 這些東西啊 你不管量做的多大 比如說它需要開模 它需要比如說它有很多材質 金屬 然後塑膠 電子零件 尼龍這些 等等全部加起來 加上賣場的人力 貨運的成本 你怎麼算都不可能是3歐元 那這件事就讓我覺得很奇怪 你到底用多低的人力成本去 在中國做出這樣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 我後來就挑了一個最不開放的一個系統 叫做電氣 我想要去改變一個電氣的生態 去破解所謂我剛剛講的資本主義造成的這種遷移 所造成的問題 那我的project在講的事情就是 你如果今天拆一個收音機 它大概會是這樣的狀態 它非常的難拆 那實際上 你如果說要去進行修理 或是任何所謂再創造再製造的動作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如果有一天你的電氣壞掉 我現在講的是販子所有電氣 其實大部分人可以做的事情 並不是去修理它 就是把它丟掉而已 去買個新的 因為有些東西甚至難猜到 你去修它的錢 還比你重新買一個還來不貴 所以大部分人其實並不會選擇去修理這樣的事情 就是把它丟掉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OK 我今天有一隻吹風機 它長這樣子 但是 如果 如果 我把它切成這樣子的時候 它就不是一隻吹風機了 那你看到的其實是 一個加熱線圈 一個馬達 然後 一個 螢旋槳 跟 一些其他的零件 它其實是這樣子的東西 本質上 所以我就想說 OK 以一個電子零件 比如說馬達來說 如果 如果我去把它放在一個 就是 有點像是熱膏的殼子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去把所謂 真的有在做動的電子零件 去加上一個 可以去 跟別的東西結合的外殼之後 它其實就變成一個 系統裡面的組件 那這樣子一個系統裡面的組件呢 其實它可以很輕易的去搭配很多 我 結合方式相同 但是功能不同的配件 比如說 我前面可以接打奶泡的東西 因為反正就是會這樣 或是我也可以去接一個螺旋橋 它變成一個電風山 那後面呢 也許只是一個蓋子 也許 我可以去接一個橋 所以它變成一個逆山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後來呢 就依據了 就是市面上 大概 很多種電器 去 比如說像現在螢幕三大五十個 我就去研究說 這五十個 它到底在做動的時候 那個真的關鍵的 所謂電子零件到底是什麼 那 我後來發現就是 其實 他們大部分的做動功能 都可以透過 五個很簡單的模組去 去Cover 比如說有旋轉的 就是馬達 比如說有提供燈光的 它就是 去鎖燈泡的 或者是 加熱水的 加熱空氣的 或是保溫的 這樣的東西 那像這樣子的模組呢 其實在未來世界裡面 我在設定的是 它還是得由 我所謂專業製造商去製造 因為畢竟它是有安全問題的東西 像我現在其實是做了一個很簡單的 有點像是一個 把它插插頭的東西 讓它可以去跟比如說 電源線啊 或甚至是控制的裝置做幾個 那這樣很簡單嘛 但是實際上 如果說要考慮所謂 現實問題的話 其實還是要由專業公司去進行 我覺得還蠻多部的再設計 那講完了剛剛那個 那個東西叫模組 就是說 有包著電子零件的那個最重要的部分 製造商品 用生產的部分 那其他的東西呢 比如說像燈招 像是螺旋槳 像是腳啊 或是把手 這種東西 它們 該怎麼出現 那這些東西 我其實叫它所謂的 支援性組件 就是supporting parts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是希望未來消費者 用3D printing 就是3D列印去製造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 其實以消費者的立場來講 有很多人 他可能不那麼care環保議題 或是永續的議題 可是你總會想要一個 很符合你自己需要的東西 就比如說 好 我今天光是一個燈光的模組 我可以去放個燈泡 但是 我要怎麼樣的燈照 如果我可以自己去選擇 然後去把它製作出來 然後裝上面一個模組的話 其實它 光是一個模組 它就可以變成千千萬萬長 不同形式的 因為你可以去用 比如說你去下載一個 就是 結合方式的一個3D檔案 那你再去進行再創造 或者是你請設計師幫你 進行再創造 透過free printing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大家在講3D電影 講很久 說 它是下一個工業革命 那我就會反正說 那你要變什麼呢 因為我總不可能說 我今天買一台Proper 或是 街角油的一台 街角油的一台 街角油的一家就是 3D電影的店 然後我只會去訂一些杯子啊 或是鑰匙圈啊 其實那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那對這世界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如果是電器這種系統 它相關的所有 所謂跟電沒有關係的組件 支撐的也好 進氣的也好 防水的也好 這些都可以透過3D電影 直接去製作的話 那其實在 對於消費者來說 你的自由度 會變得無限大 而且 一樣 跟我剛剛講一樣 什麼東西壞掉了 你去壞的那個部分嗎 其實有點像是 你在玩樂高 只是你組的樂高 是一個 可以為你們的電影 所以一開始 就是有這些模組 旋轉啊 什麼什麼 那它可以變成一些 很 簡單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就是最初階的 比如說 很簡單的燈啊 就是燈光底座 電線 然後中間模組沒有 那或者是它可以去製造 變成一些更複雜一點點的東西 比如像是 台燈 或是電扇 或甚至像果汁機這樣的東西 又或者它有可能是 兩個不同模組去結合東西 比如像 吹風機 吹風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需要一個旋轉馬達去進氣 那它前面一定要 還要有一個加熱線圈 去把空氣加熱 它才有辦法去吹出熱風 那這樣子 一個就是 撥模組的東西 其實也是一個 嗯 很可以去思考的東西 或者是 你完全沒有想像過 市面上會賣的東西 比如說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最右上角 那個其實是一個 嗯 兩個方向的電光扇 加一個燈在上面 那個 那個其實是我畫的 那透過這個系統經驗 很簡單 可以去答應這件事 但為什麼 我要畫一個這樣的東西 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在荷蘭 來跟我們朋友秀一個房間 然後我們坐在 就是一個長桌 那這個長桌 其實 我很討厭就是 放一個電光扇的桌上 然後它要這樣一直擺過 又擺過去 擺過又擺過去 擺過又擺過去 因為 你就會一直吹不到 所以呢 我就很影響天開的時候 欸 我要一個就是 灰子朝著兩個方向吹風的 一個電光扇 但在現實生活中 因為資本體力化 所以 製造商它是不可能為了你 去大量生產這個東西 可是透過 這樣一個 完全解構性的話 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去自己製造出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有什麼東西 比如像這個是 欸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模組 大家現在接下來看到 所有白色的部分 都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製造商他必須去製造的 模組的部分 就是有電 去做工的部分 那黑色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的 消費者他可以自己去設計 去製造的 supporting parts 就是資源組件的部分 像這個燈啊 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只是去把 燈泡放在一個 燈具模組上 然後我下面加一個底座 出現而已 但是它也可以變得比較複雜 比如說你把模組倒過來 我去手上一個燈罩 後面接一個結構 其實它會變成一個閱讀的 或是作品 然後這是 嗯 旋轉模組 就是馬達 它最簡單的利用 大概就是這台套機 然後這個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電風扇 電風扇 電風扇 OK 沒關係 電風扇 它就是 等於說你前面接一個 樓圓角 那後面它可能就是 你先去接一個 結構它是有角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站著 那你再去接一個 後面的蓋子 是有動可以進氣的 那它這樣子就變成一個 其實做動很完整的電風扇 或是熱咖啡 或是熱咖啡 電湯匙 其實就是電湯匙 加熱水 或是吹風機 那後來我這個project 變得比較好玩的原因 是因為 我覺得我自己這樣講 好像沒有什麼說服力 所以呢 我後來就去找了很多設計師 我把就是 登具Module 或是其他Module的 這個 就是模組的3D檔案 就是寄給他們 我跟他們說 就是 OK 我現在架構下 就是我用 我用這個思維設計了一個 一系列的 可以發展電機系統 那就請你們 依照這個系統去做 就是創造 做什麼都可以 那我那時候大概寄了 二十幾個設計師 然後最後選了三個 就把他做了什麼 比如說現在禮物上那個 帥哥是 他叫Evan 他是美國人 Evan呢 他就覺得說 欸 他想要用東訊模組 去做個投影機 所以他就自己去設計了 其他黑色手 補了包括那兩條 就是滑軌 然後 用很簡單的方式 他其實前面放的是一個 放大機 然後他就可以 像我們那時候其實沒有時間 我們投出來是那個 還沒有洗的底片 可是其實他 他那個東西 投出來的效果非常的好 其實是不會去輸 現在市面上 一般的投影機 對啊 那個效果很好 然後 然後這是另一個 一大一設計師設計的 他那個時候就說啊 他很喜歡撞仙人掌 然後他希望他的仙人掌 可以一直沐浴在 就是 很熱又很亮的方式下面 就像在內心 對不對 很個人吧 很個人的一個選擇 所以呢 他就一樣 用東訊模組 去做了一個燈 但是 他去做了一個 不太一樣的底座 那個底座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一樣是一個圓形嗎 可是他其實是一個接水盤 那上面他也是用陶瓷printing 去print了一個 就是花盆 所以 所以 他其實 對 他得到一個 也是一樣 製造商不可能去為了神經病 也多少人會想要在 東訊銷銷展 不可能啊 但是他透過這樣的系統 其實他 他很簡單的 就去做出一個就是 欸 這個才是我夢寐以求 我真的想要的產品 然後這是我一個 台灣朋友做的 叫洪解機 因為 在荷蘭很常下雨 但其實 現在市面上好像已經 沒有這個東西了 至少我們待會兒還沒有看過 所以他就會用 跟吹風機一樣的原理 去做一個文通寫機 欸 就像這樣子 那我的project大概就講到這邊 所以呢 其實 以我的project來說 Social design 其實去 一開始從議題切入的時候 你去觀察 一個現象 那我選的就是資本主義 那資本主義它到底造成什麼影響 很多種影響 但是你去找出所謂不好的影響 它的原因是什麼之後 你去把整個系統 重新的設計 其實Social design 很多的 應該說很大一部分的重點 在於說 你怎麼去創造一個新的架構 或系統 那 那些東西長怎麼樣 不重要 重要是你正在講出一個 OK可以實施 然後 又是一個很創新的 不一樣的想法 這個才是說 你想要去達到一個最大的狀況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是 另一個project 它叫做 The Other Market 這個是 我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Erdia同學做的 這個人為什麼很厲害呢 因為 他其實教了我很多東西 不下於我在荷蘭那些 就是我稱作大師的那些老子 那這個人他其實 呃 成長背景也蠻奇怪 應該說他的國家原本就很奇怪 像 我們這邊是會去抗議 就像我們去立法院一樣 當然不是欸 他有一天問我說 欸 啊你們為什麼不是丟炸彈欸 或者是 做一些激進一點的事情 因為他覺得 那個在南美洲是一件 很稀釋平常的事情 而且他其實在首部長大 哥倫比亞首部 首部叫波古塔 然後在波古塔 其實他說 你很常可以看到拿著AK的人 在街上買東西 他在那個環境一下成長 然後 哥倫比亞到現在還沒有鐵路 就是它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但是它連鐵路都沒有 所以是一個非常跟我們不一樣的世界 可是呢這個人很厲害 因為 呃 你與其說他是個設計師 他一步稱他為一個 呃 社會運動者 或是 我覺得很接近政治家 他有很多的想法是 就是 你一聽就會覺得說 欸 真的糟了 我怎麼跟你的程度差那麼遠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問題 那他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說 喔 他的主題跟我不一樣 他在講的是錢這件事情 我講的是製造 他講的是錢 那他講錢的時候呢 他其實就是說 他要去做一個平台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不用錢 也是可以交易的 那他為什麼去講這件事 是因為 呃 他一開始提出的理論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 這個資本經濟的架構下 錢其實是假的 我不知道大家說 有多少人就是有接觸的方面議題 錢只是一個數字 它是有運算的方式 它其實不是真的 它是假的東西 那他就在講說 OK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造成很多價值觀的問題 或是很多不當的操作 其實一直在發生 不然現在經濟問題不會那麼多 那他就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透過設計的力量 透過設計這件事情 他可以去告訴大家說 什麼叫做真的價值 這就是他 對 然後 你們現在看到 他推著很奇怪的東西 基本上是 就是他在做這個project 主要的平台 就是這樣一台車 他這個project 前半段呢 他在講說 就是OK 我要去做 所謂沒有現金的交易 沒有現金的交易 然後他要想辦法做到 就是他可以去完成 他後面要做的事情 那是什麼 之後再講 但是他一開始就OK 他開始求所有master的同學 就是 欸 我跟你講 我現在有一個idea 就是我要推著一台攤車 去 整個荷蘭 就是走一圈 整個國家 他後來走彼此去 然後 他說 但是因為我不能使用錢 而且我不能強迫你們 去貢獻出 你們擁有的東西 所以請你們去把 你們不要的東西都捐給我 所以就開始 有人就推著什麼 不要夾到車輪子 有人捐紙板 木板 木條 什麼 要不然就是他去workshop 那個車都會幹來的 哈哈 他就把這些東西 就是組成了一個 這樣子的車站 然後他開始去做 所謂的交易的平台 他為什麼 他製作也需要這輛車 是因為他很喜歡去一些 人很多地方 比如說歐洲各大城的citizen 可能他就把車放那邊 可是他每一天 就講的事情不太一樣嘛 比如說一開始 他還沒有想說 他真正目的的時候 他去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說 他今天到了一個城市 他就說 他就在他的攤車前面寫說 我可以幫忙辦東西 就這樣子 然後 但是你要拿實體的東西來換 他也不一定有實體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 OK 我今天家裡有一個不用瓦斯爐 我就給你 然後給你之後呢 他就去幫忙辦東西 他又得到老司爐 接著 他隔天走到一個地方之後 他就開始說 欸 一樣的方式 然後他就說 我今天需要的是 比如說我需要麵包和肉 然後他去提供一個服務 接著他在這個城市 得到了 麵包跟肉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又去到下一個城市的時候 他開始用瓦斯爐 還有麵包跟肉乾賣汗 他今天就寫說 我今天是要賣汗 然後 我希望你們提供我 呃 洗衣服的服務 就是這樣 他其實一開始是用這種方式去進行 後來呢 後來呢 他的Project轉變的一點點 這是他的照片 就是 對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 比較快捷的方式 不是用走的 用小號車 拉拉彈車之類 大概是這樣的形式 他後來想到一個很很棒的事情 就是 OK 我今天既然是一個激進分子 然後 呃 我對社會議題這件事情 這麼這麼這麼著迷 我以後 他以後的志向是 他想要當哥倫比亞總統 對 當然這個人是我同學 對 在荷蘭應該很有名的生技學院 然後說要當哥倫比亞總統 anyway 他後來想到一個很很 我覺得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 他要用 他要大家用所謂Dialog 去換 他可以提供的服務 意思就是他變成一個交易的平台 大家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對話 他今天比如說 他前面會先寫一個 會先寫一個 寫一個字 不好意思 OK Money 他這邊寫Money Money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希望你來這邊 欸 他這天也是在賣漢堡 而且他很靠背 就是他直接選在 麥當勞前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這邊插個消耗就是 嗯 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麥當勞 因為第一個 我沒有什麼錢 而且沒有錢OK啊 你可以自己煮東西 碰巧我又沒有時間 所以我整天吃麥當勞 他每次經過我桌子的時候 他都會搖頭 因為他說麥當勞其實是一個 就是 資本主義下面 最垃圾的東西 哈哈 對啊 這不是我專業有很多獎 然後他就選在 資麥當勞前面 賣漢堡 那他要你提供 Dialog內容就是 Money 你要在指 那個指板上面 就是寫下 你到底對於錢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那這個是他當天在現場的 所謂的實體的平台 對不對 嗯 要下兩張 這個實體的平台呢 其實呢 嗯 都是在為了他後來 就是他project 最後這個成果做準備 因為他其實收集那些紙 不是收集好玩 他把所有人寫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他網站上面 所以當你在討論 比如說社會議題 或是金錢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那邊其實已經變成一個資料圖 可以去給全世界的人看到 只是 他在做的事情是 你真的去面對一個人 實體的人 OK 你對錢的觀點 到底是什麼 像這個也是啊 他這一天是 呃 他是寫什麼 我看不清楚 他也是對於某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觀點是什麼 剪頭法 對對對 但是他那天提供的事情就是剪頭法 所以他就直接在就是 我們阿爾芬就是 市中心廣場的百貨公司前面 就 開始號召大家的剪頭法 就是 OK我免費光你剪頭法 但是你寫下你 對於 就是 那個議題 我今天寫那個議題 你有什麼看法 然後他會去跟 去有點像哲舞這樣子啊 有一個講者 Pablo他就是講者 那Pablo他會去問說 OK我今天丟出這個議題之後 你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這樣想 然後你為什麼寫下這些東西 然後 去放在他這樣的平台上面 讓所有人可以去看到說 大家對於社會性的議題 比如說錢 比如說財產 比如說 老人議題 或是其他所有的公共議題 到底大家的意見是什麼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別人很真實的想法 然後你可以去反思說 到底這樣的東西 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所以 這個Project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意義的Project 雖然他跟 在座各位 念設計的人 對於設計這件事情 可能 很有出入 就是他真的很不一樣 但是 他也是一種設計 而且在想法面上 他會是很厲害的設計 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 我在這邊先幫我的廣告一下 就是現在在那個 當代去玩MOKA 到 7月20 到7月20 到7月20嗎 到這禮拜天 現在有一個 可以免費入場的叫做 自然而然的社會設計展 然後就是你如果走進MOKA的話 右轉 走到最底 有兩個小房間 那這是一個台灣設計師 和荷蘭設計師之間的連場 那就是第一題裡面 那個展覽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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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東海醫院的Gina 曲景平他 他設計的展覽 那 裡面其實他邀請很多 就是 不管是我們 還是說 荷蘭那邊一些 比較優秀的作品 就是 有符合到 收集點這樣 這件事情的 東西 還是把它收進去 這個展覽也被入場 那直到星期天 所以有興趣的話 去那邊就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 我的那一套 馬來摩系列的作品 那 但是 沒有很完整啊 所以 看看就網站 我有網站 那如果說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 搜尋搜尋 然後 我有另外一套作品 他一共有兩套 另外一套 在歐洲群會的展示中 已經去過瑞士和 除了在荷蘭以外 已經去過瑞士和米蘭 那現在又回到荷蘭 我們在陸塞蘭的建築協會裡面 正在強強發跃題 然後 我們接下來 還有一些時間 開放Q&A 所以如果對 我的剛剛所謂 或者對社會設計 或者對任何相關的議題 有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現在提出來 我先等一下 我要回答那個北北 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我還記得 你剛剛問說 到底是 社會設計 還是設計社會 其實 我們都很渺小 所以我覺得 個體來說是很渺小的 所以說 你今天說 我做社會設計 或者是 我了解社會設計 我就可以去改變社會 其實很難 可是 我可以講的一點 就是說 社會設計 或者說好的社會設計 做多了 其實 就會變成是設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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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 關於社會設計 除了今天主要提到人之外 所謂的自然 或是 人道觀光 是不是也會在身為這些 發展 謝謝 其實會啊 都會啊 就是說 你今天不管是自然議題 還是 更細的好了 比如說 某某某動物的保育 我隨便講 這一種的議題 其實 沒有人的話 這件事情都不會發生 所以很多問題 其實都不會發生 因此你可以說 所有的問題 它一定 沒有像地球上的問題 百分之99.99 一定都跟人物的關係 所以說 是可以去解決 只是說 看什麼樣的議題 有一些 社會設計師他可以去 比如說透過了解 他去提供一些食物權 或者甚至是去主導 一個團隊的運作 但是 我們畢竟還是不是專家 如果說 在講那種議題的時候 其實 我們會很需要各領域的專家 或是學者 去給我們一個最真實 最強烈的一個數據 或是一些資料 那這樣子的話 整個發展才有可能去 很順利的進行 還有其他問題嗎 就是我想問的是說 就是 其實社會設計的議題 其實就是 就是很 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然後 就是我覺得 其實政府 其實是一個 就是社會設計 一個還不錯的 算是推力跟執行者 然後 可是我在想說 因為就認識很多設計師都會 就是都會看到有人 就是一直在罵政府啊 然後就政府爛之類的 但是就是為什麼 就是沒有設計師 就是去投入就是 比如說就是 在為就是政府 這樣子的單位 就是做 就是小力 或者是 就是推動更大的專案之類的 可是我不知道 我真的問你 就是問你對不對 就是 就還是 對啊 就是我們看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大家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保持一個專利的態度 就是說 政府可以做 那我們也可以罵 對不對 但是相對於 另一個層面來看 其實 會罵的人 當你真的上去做的時候 你不見得會做的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像 像 像Pablo 就是我剛剛的同學這種人 我覺得 因為他參與太多的 社會改革 或社會運動 然後他自己本身 就是在寫那種的人 那他可能有這個資格 可以去說 OK 今天不管是根本不要政府 還是台灣政府 如果找我去做事的話 那我可以 基於我本身一些 很厲害的地方 我去主導 或是去 推行一件事情 可是像我 我其實覺得我很好 我可能知道 我很不喜歡政府做某些事情 有種要符號 我也去研究 我會把所有的台灣看完 但是 你今天說 OK 我不喜歡 但是 我有辦法去提出一個 更好的 解決方式 如果真的是那樣 那我是不是 得 厲害到就是 我可能要跟 習近平做在一起 我只要幫我解決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那很掉果 那有時候不是說 你知道怎麼做比較好 你就有辦法去怎麼做 因為有時候 那個已經 就是政治或是說 所謂政策的事情 就考量 它是非常多官員 那其實 相對來說 已經不是生意師 可以去理解的方法 但是後面好像可以 那後面好像可以 請問問 我不知道是不是 前面的朋友其實已經替我問過 就是說 我想問問 如果說 你在台灣的話 您會想做什麼樣的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其實分成很多種層面 就比如說 教育也是一種 或是分享 比如說我今天 在這邊分享 其實我相信 不管現在大家 就是每個人得到的可能不一樣 但是 有一個開頭 比如說之後 你可能想到別的事情 你有可能會 看到一些事情 你說你想到今天晚上 你都可以講過一些話 你有可能去跟你的同學 去討論 一些以前可能 沒有想過的事情 這些 這些其實也是一種社會設計 因為社會設計 其實是一種 有持續影響性的東西 它跟產品設計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產品設計的功能 在你使用的時候 體現完了 它就結束了 可是社會設計 相對來說不是 它是一個 有傳播性的東西 教育可能是一種 那 如果說 比如說像 他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 他要去 植入很多 所謂他主觀性的 意識 去進行很多 討論 我自己 我會去討論 那樣的事情 但是 我認為那並不是 我 這輩子最想做的事情 我最想做的事情 還是做 產品設計 但是透過產品設計 其實 是可以把 受熱點讚的思維 或是 這樣子的一個 點接去放進去 比如說 東西 它到底跟人是怎樣去相處 那東西 它到底要透過一個什麼樣的姿態去存在在 不管是你的包包裡 還是你的身上 還是你的周身 我覺得那有很多可以去看法的地方 那對於物件 我個人非常的值得 所以 所以 我沒有辦法去 放掉這塊 去做跟Pubble一樣的事情 但是 對 所以大家都不一樣 我現在要給你一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你的椅子比 那個另外一個椅子好 對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好 第二點 那個 就是那個 我覺得我抽屜椅子比 蓋起來椅子好 我覺得那個蓋起來椅子 像是你小毛孔也都沒辦法 好 好 第二點 我想請問說你覺得 社會設計跟行為藝術或食言藝術 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像是 你最後提供一個課程 一個是你做的 然後應該是Pubble做的 像是 我覺得你的人 就的確是社會設計 但是我覺得 Pubble做看起來 對我來說比較像藝術 他比較不像一個設計 就對我來說 設計和藝術是有差別 而且我覺得Pubble做 比較像一個藝術 不是一個設計 我想問說 對你來說 藝術和設計有差別嗎 然後 如果有差別的話 有什麼不一樣 謝謝 我先講我覺得 藝術跟設計有差別 設計是有所謂context的東西 context就是說 我有所謂的前後文 我依據一個 有脈絡的判斷去 進行創作 那個叫做設計 藝術不是 藝術是一個可以 沒有脈絡的 但只是你自身 比如說你很情趣 或者說你去 單純表現你在某個當下的感覺 那種東西其實是 沒有辦法用脈絡寫出來的 那個我稱為藝術 這個是我覺得藝術的設計 差別 但是你說我跟Pubble的東西 其實並不是在這個層面上去談 那比較像我一開始講的 設計有分前段跟後段 前段叫做什麼 或是去成全審視 後段叫做怎麼做 那就是我通常講的 做設計這件事情 我的東西是有前或有後 這樣是OK的 Pubble比較奇怪 他的後面看不到 他只有前面而已 但是我想 其實很多人看完他的project 應該會覺得 應該也會認同說 他的前面那段的 那個想法是很厲害的 你怎麼樣透過一個 這麼簡單的一個爛灰塵 去造成一個很巨大的影響 那其實是很厲害的事情 但是你說他後面 到底造成什麼事情 他的確他沒有去做設計 可是你其實沒有辦法預期說 看了他的那個網站的人 因為那些事情 他產生什麼樣的想法 也許 對啊 推翻了一個國家 或者說 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那個東西 是很隱性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投 否定說這樣子 就不是一種生機 因為他在怎麼做 或是怎麼去成全一件事情 這個思維面 其實是很厲害的 後面有位 請拿外出 請拿外出 謝謝 然後再看 比如說像一些介紹 Dutch戰的書 荷蘭設計 其實 知道的人應該都會覺得很有特色 比如說像我 我以前大學那個時候 可能還會在看 比如說楚德 大家英文都念Drew 他直接念Drew 就是這個團體的東西 那你才會覺得說 荷蘭做出來的東西 真的很特別 那我那時候在想說 那到底為什麼 就是他到底為什麼特別 我其實想要去知道 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是我選擇 荷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覺得 Dutch Design 就是荷蘭設計的這個勢力 其實起來的很軟 它其實是一個 近二十年來 才瞬間起來的東西 但是你說在現在這個社會 你沒有去抓住一些很關鍵的 很關鍵因素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在短時間做這麼大的進步 因為其他人其實都已經把一些 位置站著實施 那相對於這樣一個小小的國家來說 他們可以用很少的資源 在很快的時間之內達成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讓我覺得 很感興趣的原因 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我也在荷蘭演出的 他們的設計界講的是 所謂的荷蘭設計 它不像我們台灣的傳場 所謂的文化元素在演 所以你看到的荷蘭設計 如果出去看他們的話 他們所強調的是實驗性和創新 只要是 他們強調那個 那個是一個內化的功格 就是說他們 在教導學生做設計的時候 他們會說 希望你很敢衝很敢實驗 錯了沒有關係 你先做就對了 你必須要有實驗性在裡面 你要有批判性 你要知道自己是誰 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其中必須要創新在裡面 所以當你看到荷蘭設計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一個固定的形式 你會覺得每個人 做出來的設計 在荷蘭教育體質下面 設計教育體質上面 做出來的設計 所以它是一個很膚淺的奏法 就是它是一個很膚淺的奏法 就是它就是一個台灣的精神 可是其實 這是我們設計教育裡面 會教導的事情 我們很喜歡把一些文化元素 很具體的表達出來 因為在荷蘭的話 我自己看好的 我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在那邊看到 你會覺得每個人做出來的設計 在荷蘭教育體質下面 設計教育體質下面 做出來的東西 每個人都非常有自己的風格 他們在做設計的脈絡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他們不會有一定的形式或風格 我覺得他講的沒錯 那個就是我後來看到 但我一開始不知道是這樣子 但是 其實你在荷蘭學過設計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設計是很深層的 很深層的意思是什麼 就比如說 一般人考慮設計 他可能考慮是這個區段 我要用什麼元素 我要用什麼材質 然後我今天去 去丟我的議題是什麼 因此離產出的東西 大概就在這邊 可是人家可能不是 他常常去設計的時候 或者他想設計的時候 他其實拉到一個 已經很上面的地方 所以那個架構下來的直線 可能不是掉在這裡 他可能掉在一個 你會沒有辦法想像的地方 那是很有趣的 對 大概是這樣 而且你看他其實是這個 把設計當成一個產業在經營 他是有 正義的資源在裡面 而且他們有很強的研究背景 他們是真的去全國做了調查 他們有一個設計研究機構 然後 為全國的設計師 設計產業去做調查 然後比如說人口 職業 所有一切你需要support的背景資料 然後幫你做行銷 那這一點都全私 他們還沒有看到的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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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想針對 因為你剛剛 講一些 對組件的這些配置 然後可以活用這樣 然後我以前看到一個廣告 就是可口可樂 不知道在中南美還是哪裡 就是設計了一套的那個 就是把 放全 那個那個瓶子 可以接不同的頭 當成噴花的啊 或女重或幹嘛的 那個東西很活用這樣子 那我的問題是說 對於社會設計來說 他跟 剛剛高一有位朋友就提到說 跟政府的結合 那可口可樂是可以說是跟商業結合 都滿好奇說 社會設計這件事 你本身 您自己認為 對於跟商業或政府 還是跟社會設計的 團體 的那個 那個 可能性 在哪個方向比較多 不然你看可口可樂 比如說他資本主義 就是他老兄也做了一個 社會設計的東西 所以 那個 我好奇說那個 接口的 狀況 你不知道說今天很昨天有個新聞 說西門町的地雲公園 現在一堆青少年在那邊 稀毒打正 然後施議員發現了 可是 後面呢 後面誰來設計 重新設計這個公園 或什麼 可是那個接軌的 可能性 就社會設計來說 的機緣在哪裡 謝謝 第一個 我其實個人 並不反對資本主義 我只是說 資本主義造成了一些問題 那如果說透過 我們的研究 可以去 改變 某方面的事情 因為其實你 大家看來也知道 我做的其實不是成本設計 因為它是個系統 所以如果說 有一天 我剛剛講的那個系統 變成一個現實 真的真實發生的事情 它其實會改變整個 電器供應鏈所有的事情 對不對 那你說可口可 它做那時候 我認為不是 它那個東西叫做Open Design 不是Social Design 因為你說 南美說買不到 噴霧 它有可能從 垃圾堆解釋 你懂 它只是說 它透過一個Open Design 噴霧 它去包裝 一些它可能想要 漂白的事情 我想很明白就是這樣子 它其實我覺得它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它透過這樣一個 其實很聰明的Open Design 它去增加它的破管 所以對公司是好的事情 但是你說 嗯 當然說 你但是有很多 可以去跟產業 商業 或是政府 結合機會 比如說 OK 我那個 就拿燈具來講 我只要就是 我 我愛護的廣大消費者 可以用到一個 就是很客製化的燈 我哪個燈具 是誰先撐 對啊 反正 那個東西 最重要的是消費者 其實誰要賺錢 總會有人賺錢的 所以 像那個東西 我也是 對啊 很希望去 把它生產出來 像之前那個 嗯 我有一天 早上突然收到很多 就是 國外讀者 寫來的信 而且是把我寫上塞包 剛剛那天早上在講什麼 他在講說 就是我的東西被抄了 誰抄的呢 是 美國Frog 美國Frog 那時候幫GE 設計的一個 嗯 廚房用具 就是 他一樣是有個筆座 然後他可以去換上面的 某種不同 比如說 換火之機啊 換成焦熱子 還是什麼 然後因為 他們在 嗯 同一個媒體上面看到 同一個記者寫的 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記者其實他 兩三週前 剛寫過 我的這個條件 就是 WIRE 他們在上面看到 那 對啊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覺得這個很好抄 但是 嗯 的確有人要抄吧 因為你如果說 你一個這種很Social的角度下去看的話 的確他會去改變很多事情 但是 他其實 在整個推翻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過程間 他也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升級 嗯 那 那 那 這幾件事已經並不重複了 對 我可以追加一個問題嗎 因為 呃 你剛剛提到 open design 就是 open design 因為open design 就是像 open source 現在已經是 呃 大家的光環在討論 等一下 我們 open design 跟open source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我知道 那 你覺得open design 你給我們出入的 比賽商店 會有一個 接線嗎 我覺得會 你怎麼定義 因為 因為 現在他剛剛講的例子就超好 因為 可口可口其實並沒有幫助到任何人 對不對 對嘛 他的確 帶來一個很高的曝光度 他可以上很多設計媒體 然後他可以去講說 這個帶來很多的 我都不知道什麼 便利性還怎麼樣 可是 我相信對於南美的民眾 他們根本就 就該的屁事 對啊 其實他並不會去影響他的生活 所以 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本質上 跟所有比賽員 可以說 沒有太大的關係 還有 接軌的部分 OK 謝謝 給他控制 給他控制一下 其實 不好意思 就是說 比方說在台灣 這種結果的可能性 對於你設計工作室來講 比較知道 對公務部 或對商業 老闆提案 或者是說 設斧他 那個結果的 有沒有一些 今天發生的 或是說 很可憐 很簡單 是什麼 你說收修理在哪裡 嗯 有啊 比如說 有一些 政府program 他可能會去 找一些設計師 比如說他下鄉 他下鄉 比如說像 我現在可以想到 就是 就是校長的 校設計師 他那時候下鄉的時候 他就 比如說他跟 母親的媽媽去進行很多合作 那他其實在做那個過程當中 他並不是只是說 OK 這些媽媽可以提供所謂 手工利的 skill嗎 他其實 就花很多時間 告訴那些媽媽說 OK 我們今天做一個這樣 protect 為什麼不行 因為他不能賣 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是設計 然後你們可以去為這個社區的 經濟貢獻 什麼什麼什麼事之類的 那個其實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在一個 不屬於你的環境裡面 去跟一些人 做粉生物的 溝通之後 其實 出來的產出 會是兩邊一開始都沒有辦法想到 因為校設計師 他其實不會做任何東西 很放心 編織在什麼 所以他當然做不到 最近媽媽一開始 他不知道 design 是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用 他很好的 skill 或是他傳承這個技術 去製造一個 讓世界經驗的東西 可是當他的結合做到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收益的 那我後面還有兩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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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我其實也是學建築 建築 其實你服務的業主 大家有兩種 一種是說公共建築 一種是說私人 私人的業主 大概就是建築的 那這樣就來看 我覺得我們這所謂學設計人 其實我們服務的對象 就是比較資本的這一款 那像您所提案的 畢業設計人 這一個提案 他其實我覺得 他就 使用者他就自己 就是設計師 他可以用3D列役的方式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產品 的接軌 然後另外在哥文比亞 他的設計裡面 他也提出來了 他既賣漢堡 然後又剪模法 我覺得他也突破了一種 專業技術的迷思 所以我想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認為設計師 他所存在的價值 他是比較偏向 在這個社會設計裡面 他是比較偏向一些 那除了他的設計思維 不再是設計一個物件 或設計一個建築 而是設計一個系統 而在這個過程中 另外他的思想上 是不是要做什麼樣的轉變 謝謝 你知道,一個文明,一個文化要產生必須具備的文明 文明是一個工具 當你設計的一個工具出來之後 你可以讓整個社會去使用 然後使用不同的社群的使用 然後會禽獸出不同的文化面向的成果出來 然後我是在訪問說 你看到的東西在我的認知定義裡面 你做的是一個獨裁者 你把Denigner當作獨裁者 那你在同學他做的 他是在為他自己創造了一個工具 他因為擁有工具帶著他去行腳的地方 去完成他真正要收集的東西 那他透過收集的東西再去影響其他人 這個是一個就是說 對一個單項產品的設計 跟你設計一項工具給人去使用 給一個社會去使用 這兩個基本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我個人我也設計了一個工具 叫做適音漢字 我希望讓所有的人帶著這個適音漢字 去到世界任何角落 把你聽到的聲音寫下來 然後寫下來之後 因為這個工具的相同 可以大家共同來閱讀 這個就是說 一個Denigner到底是要設計一個單一的商品 還是要設計一個工具 台灣的經濟的魅力就是 台灣擁有一個所謂 製造工具火機的能力 這個是台灣社會很有價值的部分 就是不喜歡各位年輕人看到的地方 我正在開始說 我心情給我個人的理解 謝謝 我先回答你剛剛講的 就是 其實設計就是 設計的本質其實就是 就是你要去聽聽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什麼方面 也沒有道理 可是你可能並沒有聽懂 你的文化學會有在做什麼 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並不是 一個設計本會出發 或是不一個設計本會出發的問題 就是在說就是說 我們設計師其實 在看社會設計的時候 你可以切入了點核的問題 電器或產品可能是一種 有些人他做的是食物 有些人可能像我同學一樣 他做的是一個所謂資訊 或是例子 每個詮釋 每個 每個 每個領域可以切入的方式 其實也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可能說 所有的 所有的設計的一個 實現方式都照著一個 就比如說像 你講的那個方式去執行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 比如說現實的問題 或是一些其他問題 那 對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見有見之 請問 你剛剛提到的是 設計師的 嗯 我認為這在是一個設計上面 就剛才各位現在有提到 就是 你不在設計一個部件 一個建築 或是設計一個系統 那在這個時候 甚至你建設到的 設計 它建設的層面 可能有可能 你的業主可能 不再是所謂的政府 或是資本房 那再思維一下 那你有什麼想法 請問 呃 我覺得是前的問題 當然有錢只能做東西 這個到底很簡單 可是 你的目的 是為了錢 還是你為了要做一個 針對某個族群的好設計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 本質上的差異 例如 比如說我們今天講住宅好 如果政府要提供一個 呃 比如說國民住宅好 他找了某個廠商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 這個廠商呢 他到底是為了拿那個經費 去 等於說在 控制的經費裡面去做出一個 他利益最大化的一個建物呢 還是說 他要去符合 某某政治立場的人 或是某某私立的期待呢 或者是說他真的要為 比如說這個國宅所設定的那個族群 比如說他是年輕族群 或是他是什麼樣的那個族群 去做一個完善的規劃 那 對 我覺得那個是立場的問題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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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製造者 那你會不會也會造成同樣的狀況 就是 因為就我看來 當你是自己是製造者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 比如說幫Felip做電風扇的課長 跟他的下屬以及一些技術勞工 他們會不會一起都失業了 然後因為你的製造 我很喜歡給你的idea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在這個脈絡地下 你有沒有在想過你 做任何想像 不是下屬應該有 或是你這個回答案 我覺得他問的問題才是對的 基本上這個問題問的非常好 可是 我剛剛其實有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我說我個人 或者說身為一個個體 不管你是設計師工程師 還是你是政治家 其實我沒有那麼委託 有一些事情 例如你說會實業 那你會去造成一個 產業工業鏈合完全一個瓦解 你需要去訓練一個新的很龐大的系統 那個我也理解 所以說 這些改變其實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 什麼時候發生 它有可能應該發生 或是它不應該發生 我覺得那個不是我們可以去訓練的 可是 當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在對的時間點 比如說 你不知道三十年後 究竟狀況會是誰 或是五十年後 當那個時代來臨的時候 至少有人想過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它有可能是在那個時代 才會去順利接回 並不是現在 也許那個時代 根本沒有所謂的功能這件事 因為它可能早就被其他方取代了 或者是 其實那個時代已經不存在 所謂大量製造這件事情 那些都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你不能說問題非常好 這就是在探討說 比賽的時候所謂 我的老師會問我問 就是我老師會問我問 因為你如果沒有辦法去解釋這些脈絡的話 其實一樣 你再做一個很瞎的方向 因為如果有人這樣挑戰給你的時候 你講不出人 可是 他會不會有問題 那我的解答就是說 時間 或是說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去執行 也許不是全部的發展 要認識某部分 例如 我自己人想做任何東西 對 對 對 就大概是這樣子 沒有人有問題嗎 還有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位 好 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可能是這裡 好 我們都回答問題 但是請大家剪短一點 那我們也剪短回答 對 大家先一點 我們後面就知道 就是 因為我剛剛從 我剛才講的 那個 在客覽學院 那個 設計比賽 我發現 就是我們客人的學院 好像就是很強調 留著的樣子 然後 很強調 主觀的 主觀意識的 這種 但 就是跟你傳統 就是 公園設計被主 像是 公園設計被主 就是 我們是很強調 客觀的 這些事情 其實這兩種 就是 在做設計發想的 過程 那個 過程其實是 有點衝突 很矛盾的 就是很不相同的 所以你要怎麼把一個 這麼 主觀的 個人的 那個東西去 把它軟入到 客觀的產品上 就是這兩種 就是 社交比賽 或者社交比賽 或發展的 在 在想法上 就是 在做設計的部分 我覺得是 很差異的 我覺得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你最後要去達成 整個弱屁的問題 因為比如說 我也很想要做一些 就是超制度的 或者說 我覺得我觀點很棒 可是 當這個東西 比如說現在 我們公司在處理一些 量產的 產品的問題 比如說 你還是去得 得 跟一些事情妥協 為什麼 因為你的目標是 你必須把這東西 交到 消費者手上 我們不要說賺錢 我們說 你現在的目標就是 你要deliver一個產品 到消費者的手上 那你不能給他 比如說 你不能給他一個 什麼東西 你也不能給他一個 就是 用不用就換掉的東西 可是 你如果說要加強結構 他可能不好看 或是 他可能有一些 你喜歡的東西 或是 你喜歡的 一些設計 可以被拿掉 因為 他可能在 所謂消費者的實用上 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是看你 到底怎麼去做一個 一個妥協 但是當你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你連妥協都沒辦法 你懂嗎 這其實最重要 你得先去做一些就是 OK 我可以去把設計拉到一個 很 有一點超過的地方 那我之後慢慢慢慢慢慢妥協下來 其實才有可能去設計出一個 可能好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在那裡的話 你會一直在 有時候會一直在向你們 大概這樣 好 好 你最後兩個問題 我要看到有要不要出手 最後兩個 前面這位 前面這位 請 請 謝謝 你好 謝謝 謝謝 我提前的問題是 就是 就我在想說 剛剛你們有提到說 或者是在國外 去學實生技場 所以問說 就你不想知道你在做什麼 或是你想要什麼 那我很好奇是這樣 就是你出國之後 一年到回來 會不會對 就除了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之外 你對自己的了解 就不要什麼樣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經過我們已經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 問說 那你對自己的描述是什麼 或是身為生技師 你對自己的描述是什麼 我一定答得出來 謝謝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非常好 所以我可能會 講稍微長一點點的 因為 我其實覺得 我以前對自己很不熟悉 就是我去馬克拉 回來之外 那邊其實用一些很 很很極端的方法 在教你面對你自己 比如說 我們常常有時候會覺得說 OK啦 我已經畢業了 然後我現在有這個學位 然後 我大概有什麼樣什麼樣技能 所以我大概可以去做什麼什麼 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很多人的思考就是這樣 你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去選 比如說不管是你人生的路 還是你在做設計上面的一些選擇 可是其實那些東西相對來說 都很不誠實 那我其實去荷蘭之後 因為去探究自己的過程 發現自己很多的缺點 那我後來其實在可以去 好好接受自己的這些缺點 跟 比如說 有一些可能是人性上的弱點 我之後其實是可以更坦然去面對自己 以外是處理耳機 或是我在處理設計 或是我在去做所有 我人生規劃上面一些 就是我認為 我後來可以做一些 比較好的決定或判斷 其實都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因為我不是 社會設計配置的 那我想知道 最終的這位 就是台灣有沒有 最近比較特別的社會設計 或者是像 之前有一個國家 好像 有人設計用 朝鮮炮來比 那算不算是一個社會設計 因為它用很解剖的方式 幫 幫助人士 幫助人士 還是哪裡可以幫 就是用很解剖的方式 他們就可以 我想問 所以是這樣的問題 我其實沒有看過你講的那個project 但是 你說用保險套 有這種 以這個敘事方式來說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聰明的solution 因為我剛剛講 社會設計它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不管有自己的project 或是pop的project 其實 它是有所謂 後面一直扣大的那個效率 在 但是 你說跟保險套 補這件事情 沒錯它是去幫助 比如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裡啊 巴西好了 它可能幫助那邊 全補的 漁民去 或者說 就是 對 它到底是使用的 總之 它讓它補到魚 可是這件事情 在補到魚之後 其實就結束了 所以 嚴格來說 它比較不能算是 社會設計 但是 你如果說 OK 我今天去設計一個 喔 保險套使用大權 我今天去編了一本 保險套使用大權 然後它裡面甚至就是 比如說保險套 可以帶你上太空 或者補 然後保險套可以 比如說 它有一個手冊 教你怎麼樣保險套 去 跟木頭結合 去做一台 很棒的推車 就是一整本都要寫這種東西 然後你把這一本東西 大量印刷之後 丟到南美洲 那個就是 社會生產 就是它是可以有一個 轉換的後續的影響的話 它就可以成績了社會社群 這樣子 還有要有立場 要有立場 要有立場 立場 就比如說我今天 我今天設計 或是我撰寫 這本保險套使用大權 我一開始就是為了 那個地方的 正經狀況之下的 比較窮的人民去設計 對 就是像剛才提到自己的 跟那個 是有一位 有可能提到的 一個問題 向人民的觀點 哪位 哪位 就是 就是它是從 就是為社會 為人民出發設計 而不是像自己的主義 就比如說 你提到的朋友 你不能因為 你不能因為賺錢 或獲利這件事情 去出發 當然不是 你不能為主嗎 對 對 我覺得最後也許 沒有任何問題 最後也許 你不可能會 幫我們再審議 有一句話 來 做 這句話 你不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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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大家再接受 我覺得社會設計 我這邊其實這句話 是要對在座所有 跟設計相關的 就業人員或學工程 就是 我覺得 設計師其實很像是 上帝的手 就是你其實在跟上帝 就是你在寫出上帝 改變這個世界 不管你去密封什麼東西 所以設計師的工作相對 我覺得比一般人 在所謂 意義上重要的工作 那社會設計其實是一種思維 如果說 大家在做不管是 什麼方面的設計裡面 都可以去 擁有這種比較批判性 或是比較清楚立場 或是 比較有社會影響力的思維的話 那我覺得 會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而且社會跟 宇宙的設計 應該都會 有顯著的進步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來這邊參加討論 那 哲學星期五 網路一下 哲學星期五 每個禮拜都是像 這樣子 我都要排出手主機 固定禮拜五在這邊 七點半 那 今天因為我看到 有蠻多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可以回去加入 哲學星期五的粉絲卡 然後按一下讚 每個禮拜五都可以過來聽 然後現在我們會繼續留在這邊 郭海文 這個場景一定會開放到十二點 所以他 流星期五可以留下來繼續討論 不管是任何人 不管是跟其他的朋友 那今天 謝謝大家的參加 我們講座最大的影片 謝謝 晚安 謝謝